大通人督周天是中医治疗久病之人常用的方法之一 通过贴肤特定穴位促进人督脉的畅通 从而调和人体的阴阳平衡 加速病症的康复 下面将详细介绍两种方法 以及所涉及的穴位及气作用 第一种方法 一 穴位即作用 督脉的一大追穴 位于七颈追击突下是督脉的歧视穴 能够调节头部和颈部的气血循环 缓解颈部不适和疼痛 质阳学 位于七胸追击突下肩甲下脚与脊椎连线正中 有助于调节胸部和上背部的气血循环 缓解肩背部不适和疼痛 腰阳观学 位于四腰追击突下腰恰骨连线终点 能够调节腰部的气血循环 缓解腰部不适和疼痛 热脉的山中学 位于胸骨下端与其中点齐上四寸处 视热脉的中药穴位 能够调节胸腹部的气血循环 有助于缓解腹部不适和疼痛 中腕学 位于胸骨下端与其中点齐上四寸处 同样视热脉的穴位 主要调节胸腹部的气血循环 有助于缓解腹部不适和疼痛 观元学 位于旗下三寸处 也称丹田是人体气血聚集的重要地点 调节全身气血循环 有助于缓解全身不适和疼痛 操作方法一次性贴肤全部穴位 如果出现痒的情况可以接下来 晚上可贴永全穴 待其他部位恢复后再贴回去 如此反复直到病痛消失 第二种方法 一穴位剂作用 命门穴位于二腰椎脊凸下肚脐后方 视督脉的起始穴能够调节腰部和肾脏的气血循环 缓解腰部不适和疼痛 肾穴穴位于二腰椎脊凸下膀开1.5寸处 能够调节肾脏的气血循环 有助于缓解腰部不适和疼痛 集中穴位于十一胸椎下 两肩胛连线下肃四个椎体处 视督脉的穴位 主要调节背部和肺部的气血循环 有助于缓解背部不适和疼痛 腰阳观穴位于四腰椎脊凸下腰恰骨连线终点 能够调节腰部的气血循环 缓解腰部不适和疼痛 观圆穴位于旗下三寸处 同上述第一种方法中的作用相同 操作方法一次性贴肤全部穴位 如果出现痒的情况可以接下来 贴腹部穴位时 同样需要注意不要贴在有伤口或皮肤病变的地方 晚上可贴足底两个泳泉穴 待其他部位恢复后再贴回去 前后足底如此反复直到病痛消失 对症取穴的分治法 方法说明对症取穴的分治法是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和疾病表现 选择相应的穴位进行贴肤 以达到针对性治疗的目的 在实际操作中 需要根据患者的反应和病情变化进行调整 灵活应用 ChatGPT可能会犯错误 请考虑核实重要信息